这是我经过最诡异的事件 两人刚打完斗地住 女人肚子就鼓了起来 男人健壮 以每秒20码的速度 把她送到了医院 医生为女人 怀孕几个月了 直接当面把女人绑在床上 不顾女人的痛苦 就要给她接生 就在这时 女人一声惨叫 直接领了盒饭 看到女人心上骤停 医生抢救都没抢救 继续开始做起了顺惨 这些医生一刀子下去 慢慢把婴儿从肚子里拿了出来 可诡异的是 只能看到刚出生的婴儿 顿时吓得颇腰呆住了 甚至还差点远了出来 过了四个小时后 佛伯勒变火速地赶到了现场 刚到现场 眼前的一幕 就让佛伯勒觉得自己眼睛聋了 只见地上躺着一个老人的尸体 肚子上的期待 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剪掉 是的 这个老人正是刚刚生下的婴儿 老大告诉牦妞 婴儿生下来后不停地生长 仅仅用了四个小时 就长成了八十多岁的年轻老人 这眼前的婴儿 让博士都感到惊讶 他们把尸体带回了实验室 博士要好好地寻找一下原因 女人怀孕仅两分钟 便生下一命婴儿 更可怕的是 只过了四个小时 婴儿就长成了老人 领了盒饭 这诡异的事件 引起了博士的重视 博士把尸体带回实验室 准备认真地进行研究 通过调查 博士发现 这个女人的遭遇 和自己三十年前做的实验很像 当时的目的 只是为了快速培养士兵 如果实验成功 因而长到士兵 只需要三年的时间 另一边 博士来到了那家旅馆 调查情况 他们只发现了一滴麻醉腰水 就当两人一筹莫展时 坏人已经锁定了下一个目标 直接两人来到了一个仓库 甚至女人并不知道 自己面前帅气的男人 是一个连环杀人犯 男人并没有急着出牌 而是命令女人去窗户跟前 看一看外面的黄河大桥 就在女人看桥时 坏人又拿出了麻醉剂 朝着女人走去 取下真套 咔嚓一下就扎了上去 女人连叫都没叫出来 就慢慢晕了过去 等她战身醒来时 嘴巴已经被撑成了樱桃大小 怎么避也避不上 就这样 坏人残忍地拿起了刀子 等风波勒接到报警时 女人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 看到脑垂体被摘除后 博士瞬间明白了什么 原来 人类的脑垂体 可以延缓衰老的速度 既然凶手这么需要他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 凶手是个被实验过的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婴儿的事件 也就能解释清楚了 在第二个尸体上找到了突破口 因为女人死前被注射了麻药 所以她的眼球上 应该还保存着 生前看到的画面 于是 博士立刻就开始了实验 这次我见过最恐怖的实验 博士用不锈钢引勺 把尸体的眼球挖出 然后插上一根线 连接上LED屏 关上灯 戴上眼镜 打开开关后 就可以看到尸体 生前看到的景象了 从画面中 他们看到了一座大桥 助理说 这是黄河大桥 接着 他们又通过桥的距离 又瞎瞎尺量出了 尸体被害的仓库 画面一转 牦牛两人赶到了仓库 在这里 他们碰巧抓住了 正在熊熊的坏人 其中一个坏人 听到动静后 从后门悄悄溜走 牦牛见状 飞快地追了上去 就在这时 坏人身体突然感到不适 开始浑身颤抖起来 但是看见牦牛后 还是忍着疼痛 选择了继续逃跑 可诡异的是 坏人一边跑 头发一边开始泛白 直到牦牛追上男人时 坏人已经变成了 一个年轻的老人 坐在地上也动不动 这让牦牛蒙圈了 可仓库里 女人由于被打麻药过多 出现了心脏骤停 马一心想着救女人 结果一不小心 被坏人老大逃跑了 不过幸运的是 在博士的指挥下 女人被成功地救了回来 这是每句 《危机编原理》的其中一集 每一集 都会有各种神秘的离奇事件 如果你和我一样 喜欢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一定记得关注我 奇奇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